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湖南台娱乐频道工作报道的第一天 在体检的时候 一个人走过来笑着伸出手说 你好 我是大V 我很紧张 伸出手说 你好 我是刘童 他说 我知道 我就是想看看这一次招聘考试的第一名长得什么样子 我俩都笑了起来 我和大V就是这么相识的 2002年正是湖北台窜起的头几年 新人们斗志昂扬 每个人都卯足了劲儿 想证明自己 很自然的新人与新人之间 也开始有了小群体 不是利益小群体 而是鸡血小群体 大家每天在一起 就是讨论每个频道的新创意 聊自己的新选题 聊其他同事的新节目 现在想起来都还很怀念那时的日子 除了理想 什么都没有 但却好像拥有了一切 最初我和大V没有分在一个节目组 但由于早早打下了友情的基础 所以我们常常会在下班之后 约着一起聊聊各自发生的事情和未来的计划 有这么一个朋友很好 那些愚蠢的问题 天真的问题 都能随口就问出来 不害怕被鄙视 而他也很有耐心地和我探讨 帮我分析 末了他会感叹一句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考出第一名的 你千万不能被人知道你那么幼稚啊 我认真的点点头 大V进湖南台工作之前 有过电视台的工作经验 所以很快就成为了娱乐频道王牌节目的主力 而我刚从学校毕业 虽然在电视台实习过一段时间 但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实际经验 果然没过多久 我就被发现了愚笨 电视台领导对制片人说 那个叫刘童的到底能不能做好节目 不行就让他回家吧 大V看出了我的颓废 他会对我说 你真的很厉害 你的那些奇怪的想法超级厉害 你需要的是机会 把握好机会 你就能被他们看到了 别人安慰我 我都不信 但大V安慰我 我会信 因为毕竟 他是我们这一批新员工里最出色的那个 终于我过了人生最痛苦的头几个月 开始上手了 频道有一天通知我 他要把我调到和大V同一个娱乐节目 让我和他负责一个日播五分钟的板块 连续做三个月 我高兴坏了 中午叫着他一起庆祝 他笑嘻嘻地看着我说完未来的打算 然后说 领导把你调过来 是因为我要辞职了 我只能和你做一期节目 但我不走远 失去卫视的一个综艺节目 我一听就愣住了 他要去的那个综艺节目 是湖南台最好的节目 我从心里为他高兴 可以想到从未做过娱乐节目的我 要自己从选题策划 拍摄配音 剪辑后期包装 每天完成一个五分钟的板块 三个月整整九十七 第二天就要开始 我觉得这一次 我可能真的要被开除了 大威说了很多 我只记住了一句 他说 你先不要想怎么才能做好 你只要做完就胜利了 不就是五分钟吗 你乱做 难道还做不满五分钟吗 今天是五月三十号 那我在九月一号等着你 给你庆功 此后的三个月 我只有一个目的 一个人必须 把这份工作做完 好不好再说 做完就是胜利 那三个月的工作 对我的整个职业生涯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遇见了很多的问题 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当我终于把最后一期节目 交给导播 完整播完的时候 我坐在工位上 想大哭一场 然后立刻收到了 大威给我发来的信息 祝贺你啊 终于把你的工作完成了 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 如果没有他 我想我根本撑不住 这三个月吧 回想起那段时间的生活 我在日记里有写 为了赶时间 我中午会在台门口 端着盒饭吃 遇见大威和他们同事吃完饭 就会递给我一瓶橘片爽 说 给你加个餐 这恐怕是一直忙忙碌碌中 最令人觉得温暖的事 我和大威都很认真工作 谁都不想人输 也不想丢对方的脸 我们希望别人提到彼此的时候 都会让人由衷地说上一句 他真不错 这样的日子一晃一年多 有一天大威突然跟我说 他打算去北京工作 我很羡慕他 也很佩服 但是也很舍不得他 他从来就没有闲过 总是往更多机会的地方跑去 他说着他的计划 宏图大致 他说 上周我去了一次北京 看了看 像我们这种不认识什么的人 也没有什么背景的年轻人 北京可能是最适合我们的地方 你考虑过吗 我摇摇头 他说 没事 你好好工作 我也去北京好好工作 等我稳定了 你考虑好了 我在北京等你 我笑了笑 他要走的前一天 又给我发了短信 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们最后吃个散伙饭吧 你不是觉得毕生客很高级 很想吃吗 那今晚毕生客七点 我等你 事情发展到这里 我和大威最初电视人的生活 就搞一个段落了 在最初开始职业生涯的那一年 大威对我说了三句话 给了我莫名大的勇气 一句是 我会在九月一日 你做完节目那一天 等着你 一句是 你可以想一想 我在北京等你 一句是 你不是喜欢吃毕生客吗 七点 我等你 因为这三句话 我扛过了那三个月的煎熬 我也选择了到北京闯一闯 而工作一忙起来 就再也没有机会去毕生客了 直到后来我知道 原来毕生客 并不是最高级的洗餐厅 但他在我心里就是啊 大威也一直在北京发展 24岁就成为了卫视大型晚会的总导演 现在我在他的朋友圈 常常能够看到各大网站的年度晚会胜典颁奖 不用说他依然热爱着他的工作 依然做着他擅长且坚信的事 我想起了这些往事 给他发了微信 想起我们上次联系 还是他当爸爸的时候 我问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湖南台 我们一起讨论节目的日子 过了两分钟 他回我 我们每天下班都会一起去网吧 那个时候 只有网吧才有台湾综艺可以看 那个时候淘宝可以买客好的台湾综艺碟 那个时候我们的月工资是六百 我会一直记得他说过的 我会在未来某个日子 某一个地点等你 其实朋友间最好的承诺 不是希望我们多少年之后还是朋友 而是能说一句 我在未来等你 等你是信任也是鼓励 它代表着朋友相信我们有能力做到 而你也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 或许今天会有一些距离 但我们终会在那个地点相遇 还有什么比朋友间说 我在未来等你更好的鼓励吗 好了 今天的文章分享就是这样了 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我是应游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不见不散 在你回魂的时刻 让我为你唱首歌 我的好兄弟 心里有哭你对我说 前方大路一起走 哪怕是和你一起过 哭的泪点 又能我想什么 在你许愿我的时候 我来陪你一起度过 我来陪你一起度过 我的好兄弟 心里有哭你对我说 人生难得起起落落 还是要坚强的生活 哭过笑过 至少你还有我 朋友的心里有哭你对我 比天还高 比地还辽阔 那些岁月 我们隐隐会记得 朋友的情意呀 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 像一杯酒 像一首老歌 我来陪你 在你挥昏的时刻 让我为你唱首歌 我的好兄弟 心里有哭你对我说 前方大路一起走 哪怕是和你一起过 哭的泪点 又能想什么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来陪你一起度过 我的好兄弟 心里有哭你对我说 人生难得起起落落 还是要坚强的生活 哭过笑过 至少你还有我 朋友的心里有哭你对我 比天还高 地地还辽阔 那些岁月 我们隐隐会记得 朋友的情意呀 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 像一杯酒 像一杯酒 像一首老歌 朋友的情意呀 比天还高 比你还辽阔 那些岁月 我们一定会记得 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 像一杯酒 像一首老歌 像一杯酒 像一首老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